太夫人,三夫人带着孩子们来给您请安了。 不是让他们歇着,不用过来请安吗? 您体贴,她做儿媳的却不敢当真。 宋慈无奈地叹气。 唉,要不怎么说,说真话的时候就没人相信,说假话就信了。 那太夫人,见识不见呢。 让他们过来吧。 公嬷嬷看向小丫鬟,后者退出去,不过片刻,鲁氏就带着两个孩子来了。 爱惜给母亲请安。 所以给祖母请安。 我说过,你们刚回来,先熟悉熟悉府里,不用急着来请安。 怎么还来了? 伺候母亲是儿媳的本分。 行了,我需要你们伺候的时候,自会让人吩咐你们。 你只要照顾好孩子们就行了。 我让你们不必来请安,那不是在哄着你,也不是离你挖坑跳。 俩孩子还小,又一路舟车劳顿地赶路。 这么早起来,身子骨怎么受得了? 让他们回去睡个回笼觉吧,请安什么的,都是虚的。 一番话,说得鲁氏有些脸热,娜娜地说。 媳妇惶恐。 宋慈看她坠坠不安的样子,忽然有种庆幸。 自己就是老大,没婆婆这座山丫头上,不然随便一句话都啥啥不是人。